嘉义市光之银武艺术展20号在北香湖盛大开幕 当天吸引了6万人前来参观 其中展区新月漫游最为西津 让游客走入湖中 以不同的视角来欣赏地表最大太阳能灯 而值得一提的是拿来装点的1520颗太阳能灯具 一举超越了2019年1239颗的数量 也打破以往的金氏世界纪录 创造出了嘉义市的世界之嘴 缤纷的流线随着音乐节奏出现变化 富有科技感又多彩的灯光 照亮嘉义市北香湖公园的夜空 让人看了好入迷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大家一来能够看到光影艺术所呈现的 同时也是有永续的概念 嘉义市2022光之银武光影艺术展 20号开幕当天涌入6万游客慕名而来 展区新月漫游最西津 让游客走入湖中以不同的视角 欣赏地表最大太阳能灯 尤其拿来装点的1520颗太阳能灯具 一举超越2019年澳洲1239颗的数量 成功打破最大规模太阳能灯展示的 金氏世界纪录 创造嘉义市世界之嘴 展示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太阳能灯的展示 代表着对于永续环境的一个我们的努力 今年的光之银武首创元宇宙旅游故事 结合数位科技规划八大展区 营造犹如未来科幻世界的声光效果 璀璨灯光与湖水灰映成了拍照打卡热点 也成为今年中秋形塑另类的浪漫 记得综合报道